大家好,歡迎收看OneGameUp,我是Dot8星的KHR 接下來幾十分鐘聽聽,看看這堆Kickstart可不可以 隔了兩個星期沒有做OneGameUp,又累積了一堆Kickstart 因為其中有幾隻都快結束,還有朋友說了很多次想我去說說 所以今天會清除一批快結束的Kickstart 但之前也說過10月比較多Kickstart會上架,而且不少是吸引的作品 所以最近都可能要做勤力一點,做多幾集才可以清除所有遊戲 先來介紹兩隻Expansion的遊戲 第一隻就是Cartographer Heroes 如果你看回中文,就是之前的王國製圖師 之前有跟開BG Port的朋友都知道,王國製圖師都是我們一致認為 是一種好的Roll and Write遊戲 這次的出Expansion其實都要之久了,因為之前我們都說過 那款遊戲其實有很大的出Expansion的空間 例如最簡單,你出多些地圖,多些地形,多些Event Card 其實已經可以將遊戲擴充下去,以及重畫性都可以大大提高 所以這次的Expansion其實都是意料之內 這次的Expansion的內容來說,有些什麼呢? 說得明Heroes,當然會有一些英雄元素在內 基礎來說,ABCD的任務當然會多了 另外也有三個不同的地形去做一個新的地圖給你去玩 另外,我們之前也說過,他上一次出的Skill Card 其實這次也出了一批新的Skill Card 所以會有更多的變化 而怪獸方面,我們之前也很讚賞他的怪獸系統 即是每個人都要將自己的地圖傳給他旁邊的Player 去幫他畫一些怪獸,去阻礙他去畫地圖上高的東西 令到遊戲的互動性會直接地提高 另一方面,說明Heroes 裡面也會有一些Hero Cast的東西 令到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分 以及可以對應不同的情況,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其實說到尾都是令到遊戲有更多的不同的元素 因為其實之前也說過,他除了ABCD的單 地圖和怪獸之外 其實他中間的變化是很靠出一些新的東西去加進去 這次一次他出了三種地圖 然後有新的怪獸,有新的Hero Cast 有一些新的畫地圖的方法 其實都令到遊戲可以豐富很多 這次還要出了Big Box 就可以讓你收到所有東西,包括顏色筆 因為之前也有很多網上的人用顏色筆去畫 其實是畫得很漂亮的 所以這次他就奉送了顏色筆 不過這次的KickSack也有一個挺尷尬的位置 就是我們這班買了中文版的朋友 就說,糟了,那究竟怎樣呢? 某主持,不是我 某主持就說,可以了,想到了 中文版用來推坑,讓朋友玩 這個Big Box就用來買回來收藏 當然啦,都可以拿來玩 至於是誰呢,大家也猜得到 所以基本上不用想 我們BGPOR當然就是非常支持這遊戲 所以我們都會持有這遊戲 第二隻要說的 expansion 就是這個Fantastic Factory Magnification 你不要看到這麼大盒 其實它是一個 expansion 如果有看之前 我們也有review過它的 base game 就是Fantastic Factory 其實就是一隻很簡單 入門Family向的 色仔的engine building game 我們那次玩過 其實都很感受到 為什麼這麼高的評價 因為其實在外國這遊戲 很多入門向的YouTuber 都很推崇這遊戲 因為它很簡單 就是窄色去拿些資源 然後做資源換轉 然後建建築物 你看到這裡的卡 然後就用一些卡 去做一個叮分的手段 等等的東西 很容易學 而且這遊戲也很開心 所以這遊戲出了 expansion 也是二度之久 這次的 expansion 加些什麼呢 跟我們之前有看review 都說過 這遊戲缺乏了什麼 應該要有的 例如最簡單Faction 它這次加入了一些公司卡 即是說令到你每個player 有自己的starting ability 每人不同 這個基本上一定會有的 另外就是新的那些 是否叫Worker 我都不記得 這個叫contractors的卡 還有一些新的職業 在這個遊戲裡面 都可以令到你 有些不同的動作 另外就是有新的資源 就是這個 Vitamins 就是令到這遊戲裡面 可以多多一件事去做一個轉換 除了一個大的 就是這個綠色盒 這個expansion之外 其實它這次也有一個 小盒的就是這個 這個小的expansion 這個小的expansion 最主要集中在卡 還有它會有新的token 可以放在建築物上 令到它會有些狀況 例如暫時不能用 令到遊戲的建築物 不會說你建築了引擎之後 就可以靠引擎由頭loop到尾 就可以增加變化 其實基本上這遊戲來說 加這些變化 都是令到固有那班的粉絲 可以有些新的生意 亦都是給了機會去reprint這遊戲 如果你本身有這遊戲的話 我相信這個expansion 你應該都不會走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不會走 但是我們VG Port 玩過之後 我們覺得這遊戲 都比較family向 沒有去到很喜歡 所以我們自己來說 我們就會觀望 看到它到最後 跑完整個campaign 有什麼內容 是真的多了 我們再決定 入不入這個遊戲 如果Base Game 玩得很開心 又想有更多變化 這個expansion 絕對不可以錯過 接下來就開始講一些新遊戲 這遊戲 其實是一個新版本的遊戲 就是這個Dungeon Fighters 這個Dungeon Fighters 其實之前都已經出了差不多十年 它也出過中文版 也在香港曾經有掀起過少少的熱潮 就是有一群人會去追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 是挺特別的 如果我們用回我們理解的東西 我們就叫做定彩虹 其實這個遊戲就是說 你這一群是英雄 現在要去挑戰地城 挑戰地城的方法就是 透過擇飾 你剛才看到的那塊標板上高 然後就可以去做到一些Hit 打怪獸 為什麼這個遊戲會牽起熱潮 除了有些Youtuber去拍去玩之外 更重要的是 當時來說 還未有一些惡搞瘋的遊戲 為什麼是惡搞瘋的遊戲 首先這個遊戲的背景 畫風來說 它也是一個惡搞瘋 它說這群英雄就是一群武器的英雄 皇帝為了懲罰他們 就把他們推到地城 跟他們說 如果你不死的話 就給你一些賞賜 這群人又怕死 又廢 然後真的要去地城打 這是背景 再加上畫風 其實很吸引 但真真正正 令到這個遊戲起上來 其實就是它的玩法 剛才你說摘色 有什麼特別 首先說摘的方法 就是你要粘色 一定要碰一下 彈一下 即是你不能坐下 你要彈一下 然後進去 你現在看到的標靶 標靶去到什麼位置 就可以對怪獸做多少傷害 另外你看到現在 眼的標誌 其實是一個絕招的技能 你摘到這一面向上 就可以發動你的英雄技能 然後打怪獸 打贏了怪獸 就可以拿到他獎勵 但精彩的地方就是怪獸 怪獸 每一隻都會有一些特別的規則 要你去扔顏色 例如要你磨眼扔 例如要你用嘴唇夾著顏色 然後撮顏色 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或者要你用嘴唇夾著顏色 然後丟出去 又或者要你在跨下 去扔顏色 甚至要你放顏色 在卡上 吹顏色 之而似的 古怪 其實你完想到 如一群人在玩遊戲 留意一下 這遊戲是一個 叫做 Dexy Game 即是要一個身體動動的遊戲 他真的要站起來 要去玩 你聯想到 這群人雖然他們合作 但看到對方要做一些古怪的事情 而去摘色 其實也很有趣 說了這麼多 你聽到這麼說 你也知道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些遊戲 其實舊版我自己也有收齊 因為 對派對遊戲來說 其實就是要那種氣氛 但舊版也有些問題 就是 其實不應該要求派對遊戲 不要太認真去對待派對遊戲 但舊版有很多問題 例如 那些綠面色 因為他只有一面有那隻眼 所以你要摘得中那些必殺技 其實那個機會很微 所以 必殺技從頭到尾都不會出得到 所以今集這個新版 其實他就加入了一些平衡元素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顏色的面上高 有眼的地方會比較多 但是 你每次摘到的話 你可以選擇發動記錄 又或者提升他命中的機會 令到你之後的遊戲裡面 摘得中這個必殺技的機會 就大大提高 而且 今集每一個Heroes 就會有三種不同的必殺技 為什麼有三種呢 因為遊戲裡面 其實他有三種顏色的顏色 以往其實那三種顏色的顏色 其實那個意義不是那麼大 但今集因為它對應不同的必殺技 令到你選擇用什麼色來摘 就有那個意思了 今集這個版本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大全集 它就重新把遊戲四個版本 其實它舊遊戲就是一個 Base Game加三個 Expansion 但今集它就分為四個遊戲 他們四個都是Stand alone這樣玩 當然它都有些誠意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隻版本裡面的色 英雄 怪獸 以及裡面的畫面 都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Base Game就是最基本的玩法 而去到這個叫做紅色的 Expansion 你看到粒色變成白面色 主題就是玩火 你看到裡面的怪獸 會和火有關 然後這個就是冰的 Expansion 就是玩四面色 就是三角形這個 就是玩冰的主題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毒的主題 就是玩十二面色 老實說 其實那個價錢上高 都蠻核錢的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因為以前Base Game加四的 Expansion 肯定沒有現在那麼貴 但是它現在的 content 其實如果你要留意 整個Kickstart的 campaign 其實它就跑 跑什麼呢 跑一些我們叫做upgrade的 parts 你會看到 譬如剛才我推上上高 例如Base Game 原本這個 好像樹的Gaze 本身是紫皮 但是它現在跑到search goal 就變成硬膠的實物 其實舊版的遊戲 如果有買的朋友都知道 舊版所有的 parts 全部都是紫皮 其實玩兩次就殘了 但是它現在做這個upgrade 使得內玩性 即是不會玩爛的情況 就可以擺久了 譬如之前這個火牆 也是一塊紫皮 這個火圈也是一個紫皮 它現在換了做一些膠的質料 加了一些專有的play map 去提升 去玩的代入感 這遊戲今次的Kickstart 也有一個叫做 BIG BOX 你可以選擇一盒 你自己選擇一盒 Kick就可以了 又或者它最後 有一個BIG BOX 的Version 讓我看看BIG BOX BIG BOX 去哪 應該在這裏 沒錯 這個BIG BOX 的Version 會收掉四個 DUNJOON FIGHTER的遊戲 在裡面 然後封建 會有DELUX لب牌 等等 他們會有新描 那就是imo 這個遊戲我只會這樣看 BG Point是持有的 因為我會持有的 另外有主持也在考慮會否進入 但如果你問我推不推介大家 我就會建議你看清楚 因為Party Game賣得這麼貴 首先要有些人陪你去玩這些東西 不然你自己家裡一定不可以獨自 而且你不夠多人玩 玩不到氣氛出來 這是第一 第二 我也可以這樣說 情意結情的成份是比較大 它是否值得這麼貴的遊戲 我覺得未必 但是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很棒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在我玩的Party Game的經驗來說 是沒有其他的遊戲像他這樣玩 又或者是做到他那種氣氛 我也可以這樣跟大家去說 大家自己去想 BG Point就會持有 接下來下一個遊戲 可能最近大家在家裡都很想和一群人玩 所以又另一隻 Dex Game 就上場了 又是用動作去玩的遊戲 就是一隻日本廠出的 叫做Crash Occupus 其實他就是之前我們另外介紹過一隻 叫做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一會看看 也是日本廠出的 這些Dex Game 這遊戲是怎樣玩的 你看到每個玩家都會拿著旗 用旗去Fake裡面的Token 去做一個 Collection的東西 即是說我要把我想要的東西 放在那隻船上 即是我自己的船上 然後就放上去 我亦都可以用那支旗 去動那個船樓 去令到那部船 連上我上高的東西去移動 為什麼要移動呢 原因是因為 遊戲裡面有扮爪魚 看見到了 它會白粒色 然後就會落白粒魚頭 然後白粒魚爪就會 跟著那粒色去移動 而如果白粒魚爪 是去到你那部船的附近 甚至乎碰到那部船 那你上高的東西就會掉下來 其實遊戲就是你要收集到 越多的東西 又或者是令到其他的Player 掉了他的東西 即是收集不到那部船上 就為止贏 就是一隻這樣的遊戲 之前都說過 我自己對於這些 這類型的遊戲 我就很有興趣 我喜歡收集一些比較特別的 不是說一些很簡單層層疊 我是喜歡玩一些比較特別的 這類型的遊戲 所以我就留意這遊戲 這遊戲 其實那間廠是專門推出 這類型的遊戲 它已經推出了不止一隻 你會看到 因為它的設置 這類型的遊戲 基本上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東西全部放在桌上 它會有一條繩子圍著圈 令到東西不會掉出圈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遊戲要設置方面容易 而且玩起來 我想大家都看完這段影片 都知道大約是怎樣玩的 互動性量都高 因為有八爪魚可以攻擊人 又有些動船等等的東西 以及你的勝利目標很簡單 就是要集齊五款不同的東西 在船上高 就可以贏到遊戲 所以基本上很簡單 直接就要盡量拿多些不同的東西 以及攻擊其他對方的玩家 所以互動性來說都非常足夠 剛才說過 這類型的遊戲 其實它推出這類型的遊戲 都很有經驗 之前推出的遊戲 都很好玩 這類型的遊戲 Tribule 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圖騰的公仔 可以掛起 可以看BG Port 有介紹過這類型的遊戲 我自己玩完這遊戲 我非常非常喜歡 還有推過不少朋友 他們都覺得這遊戲是很好玩的 我覺得這遊戲 Crash Occupus 都可以做到另一種不同的氣氛 所以我自己推薦這遊戲 BG Port BG Port 就會持有 我自己也會買 但是比較特別 我又未必推薦大家 要在Kickstart 入手這遊戲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這遊戲有說明 它會在日本賣 如果 你未來會去日本 而你又不急 心急 玩 其實你真的可以去到那邊 才買 更加 如果你說 像你上次看我的影片 覺得我挺好玩 你想追回 其實你可以過到那邊 才買 不需要那麼急 不需要那麼心急 追這次的Kickstart 雖然我們 BG Port 是持有的 但是進不進呢 大家可以自己 三思一下 因為 如果你不心急 其實 過到去日本那邊買 其實都是很方便 因為這類型遊戲 基本上 一個print 都會有那麼多的 但是如果你說 心急 或者疫情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飛得到 買回來 去過一下 日本的 情意結果 你都可以選擇 Kick這遊戲 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應該 明年六月會派貨 應該到時候 都可以去到日本 好 介紹完這遊戲 我們又去到下一遊戲 接下來 介紹 Dinosaur World Dinosaur Island 其實這裏就是兩種遊戲 你看到這段影片 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就是 Dinosaur Island 那支遊戲的 一個 同世界觀的獨立遊戲 首先就是 Dinosaur World 另外一隻 Dinosaur Island Raw and White Game 先說 Dinosaur World Dinosaur World 你會看到 封面 公仔 都很似曾相識 因為 同一班人去做 畫風 亦都很相近 你看到 顏色都一樣 但是玩法 都幾不同 先看 遊戲 遊戲 其實都是說 現在 有個 島 上高 你要在上高 蓋一個 恐龍世界 公園 這樣的東西 但是 今次 那種蓋法 跟上次不同 今次 我們會用一些 六角形的 去砌自己的島 跟上次 有些不同 上次 限死了 你在長方塊 裡面砌 這次 純粹用一些板 可以拼接 砌出來 所以 自由度 上高 大了很多 如果你看 這次 公園 上高 symbol 你應該知道 這次 玩的 會多很多 例如 上高 會有窄色的元素 會有一些 一會兒都會說到 會放一些恐龍上去 但是 跟上次不同 上次是想養恐龍 今次就不同 今次他就會有一個 叫 旅行車 的東西 就會在公園裡面 走來走去 拿那些 實驗點 去做一些 trigger 一些能力 去換分數 這次 硬件上高 其實都是一個 升級 你看到 所有的 Token 都會有 彩色 私印 在上高 並且 講到明 Kickstart Exclusive 所以 第一件事 如果你想入 基本上 你都一定是入 Kickstart版 不會在VTAC後追 因為VTAC後追 這些 升級 就會失去 代入程度 就會差很多 另外 如果你有留意 這些顏色 是不是很熟悉後面 其實是 沒錯 之前都有 用這些顏色 去 GEN DNA 其實現在都是用 同一個原理 看看遊戲的流程 這裡有一些 expansion 其實它的expansion 跟以前的expansion 一樣 就是加不同 feature 的 恐龍 例如有飛的 有水的 又或者 這次有 暴雨類動物的 都是這樣去做 怎麼玩呢 Core Mechanics 就是去Draft這些卡 然後拿這些Worker 這些不同顏色的Worker 就可以trigger 不同的 那些 Pack的Tiles 上高的一些能力 然後你的目標 就是要用錢 去蓋多些Tiles 跟之前那集都相似 但是因為這次是六角形 和你的砌法 都比較自由度大 所以你可以聯想到 每個人的公園都很不同 還有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它都會生這些恐龍 但是跟上次不同 就不是生一堆 它就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會放不同的恐龍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它就會增加了 它的危機點 就是我們上次也有 Dangerous Point 重點就來到這裡 上一次我們玩 最主要是玩遊客 但今次就是玩這部車 你會駕駛這部車的Tours 就會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地方有恐龍 你要窄色 看看會不會造成一些Damage 而走的過程中 你要看到 它會放這些正方的Cube 下去 令到可以增加到這些 這些點 跟上次不同 我們今次就要想 這個路線 和你如何擺放Tours 令到車可以順著路走 就可以增加更多這些點 這次這個版本 在Gameplay上高 Core Mechanics 其實都相似 但是 剛才也說 它在版上高的能力 等等的東西 就和 Darlison Island的差別都比較大 所以不同地方會在這裏 看看第二隻 第二隻就是Darlison Island的Roll and Ride Game 這個Roll and Ride Game 其實都和之前PG Port 都介紹過幾隻Roll and Ride Game 都相似的 就是 你會看到有些恐龍卡 它有不同的圖形 你的目標也是 你要把它放進去 你自己的公園裏 就要畫得到那個圖形 就像俄羅斯方法一樣 另一方面 你亦都可以去 recruit那些工作人員 就會給到一些能力 或者一些 bonus 你去抵禦那些恐龍 在公園裏面 將出來的一些 不太好的元素 另外 它亦都有DNA的系統 又是 雜色會生DNA 用DNA去 起恐龍 基本上 就是將 Core Game 放進一個 Roll and Ride的版本 裏面 再玩 如果你 喜歡玩 Roll and Ride Game 這也是一個很貼 的系統 好 說了那麼久 BG Pod 怎麼看這兩隻遊戲 我們會是觀望態度 你可能會說 那些部分很漂亮 又 那個圖片很正 那為什麼都是觀望態度 大家聽我剛才介紹 你會發現 其實某程度上 這兩隻遊戲 其實都是來自 Dunasoft Island Base Game 裡面的系統 演化出來 雖然Dunasoft World 六角形Tiles 這個系統 是有它的新意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只會這樣看 就是 其實是 一個很小的Twits 如果你譬如舊版 是一個長方形 去砌 你砌滿了 然後放一些恐龍 去做那個平衡 就是 Dangerous Points 和遊客 拿到那個興奮指數 去做一個平衡的話 我覺得這隻 其實純粹是 將長方形變成六角形 去砌 我就未能感受到 他有一個很大的新意 而更甚地 因為他這次 在那個恐龍 那個 他沒有了恐龍養殖 就是養一堆恐龍 那樣野上高 令到我覺得 好像 好像沒有上次那麼開心 甚至乎 但是的確這批恐龍 是很吸引的 我相信 很多 上一集的粉絲 可能會被 用這些恐龍的 數據 放回舊版的遊戲 都不奇怪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一半了 至於Roll and Write 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這些Roll and Write 如果你是 基於某一隻 Core Game的 Mechanic 跟著出一隻Roll and Write 的版本 我自己就不太受 這一套 我心想 我有board game 為何要不玩 因為要畫公仔 而且 之前我們也介紹過另一隻 恐龍公園主題的Roll and Write 我覺得 我情願玩過一隻 因為 始終他跟本身 Download Island 那個感覺很不同 令到我覺得 是在玩另一隻遊戲 好過就是 現在玩了一隻 好像玩一隻 閹割版 我有board game 要去玩Roll and Write 所以這個我自己會 覺得 都是 似過觀望的態度 接下來介紹 就是 Makina Arcana 這隻遊戲 為何會吸引到我的 留意呢 原因 因為 它是一隻 沒有figure 純粹用指板的Stan 合作的登樽遊戲 它有 可以跑到六千多個backer 所以我會覺得 今時今日 還用這些 紙牌的Stan 都可以跑到這個成績 這隻遊戲 應該真的有不少粉絲 後來我研究過 其實它是一個第三版本 的一隻遊戲 之前已經出了兩次 已經出了第三次 所以它真的養了一群粉絲 這遊戲有什麼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它是一個 有血量 還有精神傷害 即是雙重兩邊的 系統的一隻 地城遊戲 它 在那個 故事的發展裡面 它就會 看到一些怪獸 其實跟我們平時玩的 都相似的 但是 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會盡量減少 遊戲裡面 雜式的元素 很多東西都會根據 它的故事 去做一個 Spawn 又或者是 一些怪的 行動 它是一隻合作遊戲 在遊戲的過程裡面 它都會一樣 用一些Items 去Upgrade自己的角色 而怪獸方面 其實有看過 它裡面的怪獸的能力 其實都在設計上 都會是 很特別的 而且它都是很 我們所謂的 很黃道的 行地圖 一格一格的 冒險遊戲 所以整個遊戲 給我的感覺 就是 十年前 的一些 地城遊戲 好像很舊 那時候的Design 那種 甚至比起Design 更加 更加傳統 即是沒有Figure 還有你看看 卡上高 其實沒有什麼公仔 純粹是字 透過文字 去講故事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遊戲的 content 很豐富 它同一個價錢 你可能在外面 只是買到一個 Call Game 加一個expansion 但它現在已經是 一個Call Game 加兩個expansion 你會在遊戲裡面 可以享受到故事 這遊戲是它第三版本 我看回它之前的資料 如果你有第一二版本 它是有update kit 即是說它出那麼多版本 是真的想upgrade好遊戲 即是想遊戲的系統做好些 所以它才出那麼多版本 當然要reprint也是一個元素 又不是說要去騙錢 即是你看FFG出那麼多版本 它每次都叫你要買回 它的upgrade kit 跟你買半個遊戲差不多 但它這個就不是這樣 即是它裡面的東西 它都是盡量想你可以用得回 在故事方面 我都看過的 其實它會有我們應該要有的東西 譬如它會有一些故事專用的items 又或者是它的故事會做到 我們叫做 那些叫做 tree diagram式 你看一下 下面有的 即是它會有分支 你會可以透過你不同的選擇 它會令到故事的發展 在這裡 就會有不同的走向 所以它對於它自己的遊戲的故事 是有回不上的信心 和世界觀有回不上的信心 它才這樣一而再生不出 即使是去到現在我們叫做第三個版本 仍然都有一班粉絲去留意 如果你對於Figure 沒有什麼 即是不是太著重 對於Graphic也不是太著重 即是你覺得純文字是OK的 我真的享受過遊戲的體驗 我喜歡那些合作地城遊戲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遊戲 雖然時間不剩下很多 但如果有心去研究的話 我相信足夠的時間 接下來要介紹這遊戲 就是Gun and Gun 其實這遊戲如果有看這個番外丁 應該見過Ian已經買了日文版 我聽完他的介紹後 我自己也想追回這遊戲 因為整個設計非常有趣 就是一隻二人對戰遊戲 每個朋友選擇一個槍手 然後選擇兩把槍 每把槍有自己獨立的deck 在遊戲過程中 那一副的deck 其實就是一些子彈 或者一些skills 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不同槍 是可以射另一支槍的子彈 做到一些很特別的組合 例如他上次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例如有些是吸血槍 你可以用原本他只有很少子彈 但你可以用另一支多子彈限槍的子彈 放在吸血槍上 就可以做到吸血的效果 而槍手也是他自己獨有的skills 再加上必殺技 每次就可以在三招必殺技選一招 其實大家一聽下去都覺得 很像三招 當然他未去到三招的級別 因為他不能做deck build 他就純粹是選槍 但是反過來說 他做到一個很快速的二人對戰遊戲 而且重玩性也高 主題性也足夠 而更重要的是 很多日本遊戲 轉了英文版 其實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因為字和藝術的製造 其實都不太順眼 但是這遊戲 我記得他介紹的時候 畫像是美式畫風 所以你看到 現在配上英文字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你會覺得這遊戲是日本遊戲 雖然公仔是日文 但是你放進去 例如那些 例如那些 例如上高的字 你不會覺得是格格不入 例如接下來 散英會出英文版 很多人對我說 算吧 要不你是人民版 你退而求其次是中文版 你不要搞英文版 因為你試設想一下 就是天音搖波之底 你怎能譯英文 就算讓你譯得到英文 你也不知道在哪個角度 放哪個角度都不漂亮 但是這遊戲就不同 因為他本身是畫風 以及槍配英文字是沒問題的 所以英文版是絕對沒問題 以及推坑亦都非常適合 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偷步 它比起日文版早了release這個expansion 不過其實日文版如果它那個game show 可以on time去搞的話應該日文版都會快一些 但是這次一擊就可以連這個expansion都擊 不單止如果有看一段review影片的話 人們都會說這遊戲也是那些 入完卡套放回到遊戲中 對於美國玩家來說完全不能夠接受 所以這次的遊戲是有這個收納盒的 一個長型的收納盒 讓你可以把遊戲的內容放回去 另外這次的kickstart也跑了一些 有些alternate art的卡 你會看得到 這些原本有三張絕招卡 這三張絕招卡都會有新的玩偶 讓你可以換一下 這遊戲我個人來說 我聽完Ian 介紹和我自己試了 我自己很喜歡 再加上它現在有了expansion有六個角色 還有多了這麼多把槍 我現在有六個角色九把槍 其實在遊戲的變化上 就多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就期待這遊戲 所以BG Pod來說這遊戲會是持有的 來到今天這一集的戲玉 就是很多人都想聽的 The Seven Citadel 就是Seven Continent的公司的新作 留意這隻作品不是expansion 而是人類的遊戲 所以如果你沒有進入Seven Continent的話 其實沒有問題 你可以當成全新遊戲進入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加入這個系列 先講講 剛才說過兩隻遊戲在故事上的理論上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因為說真的我沒有玩Seven Continent 所以其實 在Seven Continent的深度的評價 我就不敢說 但我聽了一些有玩的朋友 他們都說其實遊戲背後有很多 隱藏的東西是隱藏在背後的 究竟會不會是背後世界觀 其實兩隻遊戲是相連的 不知道 這些可能你要上去網上看看 我自己不玩 我也不想劇透自己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找這些東西 但我純粹從Gameplay的角度去分析一下這個遊戲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遊戲 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有看review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Telgrill和Seven Continent 我自己選了Telgrill Ross 兩隻都有玩過 他都覺得Telgrill 某程度上有些地方是改進了 但我今次看完這個 Seven Citadel 我就覺得 他又來回一個逆轉 他就把這個 Seven Continent 裏面的一些問題 去改善了 並且他又好似 比起Telgrill又高回一格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都說過 Seven Continent 他裡面的 戰鬥 或者去解決一些 Event 其實都比較單調 我們就說抽星星 但今次他就在這方面 就下了一些功夫 他就會有不同角色的 Action牌 而他的Action牌 是一個 我們叫Skill Tree的形式 即是說他可以升級換另一張 更厲害的 其實這件事 如果你有看之前我們Telgrill 我們就贊他這件事 Telgrill有個Debut 其實他現在也有做這件事 而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已經把所有 這些我們叫做 Explorer 世界元素的故事game的東西 他都加進去 包括加了些什麼呢 例如好像現在畫面看到這個 這個就叫做命運版 就是你的角色裏面做了一些東西 你就會在這塊板上 就打一些交叉 打完交叉你就會學到一些東西 另外第二樣就是一個建設 就是你那條村 你就可以透過拿到 Skill Point 就在指上的梯梯梯梯 建一些永久的建築物 就令到你的角色 在那個 這條村裏面就有些特殊的能力 再加上就有一幅大的地圖 這幅大地圖就要透過你玩的遊戲裏面 開了某些活動 令到那幅地圖豐富了 你看到一些透明的信封插插插插 你開到那幅地圖之後 你就把那幅插插了地圖 就好像你Explorer了那幅地圖 那就是令到這遊戲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永久 永久改變遊戲 的一些元素 這些都是之前我們賺Telegrue有的東西 而他現在加進去 並且用一個更加簡便的方式加進去 因為之前我都說 Telegrue的W有一點好煩 打一場仗要打很久 他現在就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做到那個味道出來 或者是T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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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 之前Telegrue都有的 但Telegrue沒有這個那麼直觀 那麼容易掌握 所以某程度上你問我 現在這個Seven Citadel 我自己就真的有一點興趣想去試 因為其實之前玩Telegrue之後 再聽他們說的Seven Continents 我就不太好 但是現在我看見這個Seven Citadel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想去 嘗試一下 另外 其實如果有入這個 Seven Continents的朋友 都知道他的形式 就是揭一些正方形版 然後上課有Event就會解決 如果有地圖的話 他有不同的選擇 但是他亦都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而這些元素 我覺得都是吸引的 例如他講到明 今次他有很多隱藏的元素 講到明 是講到明 他收了一些隱藏元素 在那些板上高的 那個 收了些什麼 據我所知 以前都有的 在那塊板上高 就有一些 要細心看才看到的東西 他這次是去到什麼呢 可能在一幅畫裡面 有某一些東西 然後你如果發現到的話 就可以去trigger到一些 Items 或者是一些Event 加入了你自己的故事裡面 這些上集都有 但是他今集就再進一步加強 另外Action方面 你看得到 比起上集 更加多Action 還有這些Action 是有更加多的演繹 在這張卡上高 即是說他會有一些 例如你挖東西 會有一些 更加強一點的挖 之類的東西 他都會加進去 所以你問我 還有書仔 這些都必須要有的東西 所以你問我 我自己會覺得 他明顯地 是 這個 7 Continents 的一個 進化的版本 即是我再加多些元素 進去 所以如果你玩過舊版 你又覺得舊版OK的話 基本上這隻你沒得走 如果你沒試過 我只會覺得 他會是一個挺好的 入口 因為你又不用追回 7 Continents 還有 明顯地 他的Gameplay元素 又好像比7 Continents 豐富的 至於這次 他有很多細盒的 這類似的 之前的7 Continents 都是這樣的 不要問 要不需要全部進去 其實基本上都是進去 不然你到時候 玩到興起 然後想追回故事 到時候再去 後架 就比較 狹狹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些故事Game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 其實就 如果不喜歡故事 就索性 不如不要玩 就不要說 我試一下這個故事 因為 說真的 你看小說 我可不可以買 我買1357本 回來看 我覺得好看才補回 不可能 所以其實 就是這樣 至於有沒有什麼 我遺漏了 我相信 因為我沒有玩7 Continents 我覺得可能還有東西會遺漏的 看看Wars 或者Happy 會不會 有什麼要補充 看看他會在留言補充 或者你有什麼要問 我都可以幫你 轉介問他們 所以BG Pod 當然這個遊戲 就會持有 來到另一隻 就是FORCE PUN 就是Limis 和This Wall of Mine 的新作品 都是改編至電腦遊戲 和This Wall of Mine 相似 它都是一隻 叫做 很黑暗的 Survival Game 又是說 世界進入了寒冬 然後 全世界只剩下一個城市 你就要 維繫住城市的生存 你要在裡面建設一些東西 然後要去找糧食 要去探索冰天雪地等等 但是這次這隻 遊戲 比起This Wall of Mine 我只要覺得 它這個Europe味 比較重一點 因為它會有 在Europe裡面有的 比如 Resources Building 要去建設計 要去Solve Event 要去根據Radar 去做某些事情 要去做Task 比起This Wall of Mine 它純粹是建設的 圖片 我覺得它會 複雜一點 而且它會像一隻 EUROGAME 兩者都是一隻 合作遊戲 兩者都是一些 很暗的元素 你看它連個例子都說 小朋友死了 之前Ross也說了 This Wall of Mine 讓它玩得很安樂 我相信這隻 都會像那種感覺 都是那種絕望 動一些就死人 但是這隻遊戲 明顯地 EURO味重一點 故事也會有 但是不知道 會不會令到 你可以分散一點注意力 因為之前 This Wall of Mine 會像是一些 故事遊戲 多一些 但這隻就會 像一隻 EUROGAME 回來說一下這隻遊戲 其實這隻遊戲 你看到中間有個熔爐 這個熔爐其實是整隻遊戲的 核心 就是你的城市 會圍著這個熔爐 去建 而在這個遊戲裏面 你有很多東西要去解決 包括天氣 包括一些 Event 包括你要去建築 建築 去建築一些食物 燃料等等 而同一情況 你會看到 就是他旁邊會有很多的東西給你去建築 很多的人給你去請 但跟我們平時玩的遊戲有點不同 這些建築物 這些Worker 其實是有機會會因為一些Event 而消失 破壞 又或者要去repair 其實他就是有一個不穩定因素 在背後的一隻 EUROGAME 大家就要在12個回合 不死 就可以贏到 但是每一個 scenario 都會有不同的 Event 不同的挑戰 令到你 很難 例如有些 特別少食物 特別少燃料 特別容易凍死 又或者你可能需要 犧牲多些人才可以 令到 捱得到第12個回合 另外這個遊戲 亦都非常毒的地方 就是他有 EURO版 即是純粹木的 Token 亦都有 我們FIGURE向的 Player喜歡的FIGURE版 你會看到 他裏面的建築物 你可以用一些 木的Token 亦都可以用一些FIGURE 去表示 視乎你喜歡 你會看到 整個遊戲的 氣氛做得到 以及他的主題 亦都非常非常貼 他又有一個 電子版的整個世界觀 所以玩起來 我相信 投入度一定 很足夠 再加上 今次 FIGURE 他就送了 Pche 噴了陰影 又很貼合 這遊戲的風格 因為這遊戲就是 冰天雪地 所以他就用 白白色 灰色 噴它 其實你就覺得 跟上色 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 就這樣 要 送給你的Pche 已經可以做到 效果 所以 硬件上 就非常之吸引 另外 他是 剛才說的 scenario base 所以其實這遊戲 在setup上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有保存重玩性 另外 剛才說到的主題 那裡 這個熔爐 其實他就不是 一棟東西 他有 gameplay作用 他在遊戲裡面 他就會說 你用一些燃料 燒一些煤 那邊是燃煤 燃煤 有些 正方人的 隙子 就丟進去 這個頂上 然後他會 滾滾滾滾滾滾 有些就會卡在裡面 如果你卡在裡面 如果加多的粒粒 就會觸發一些 這個暖爐是燒著東西發熱 令到旁邊的人不會凍死 他們有危險 你就要想辦法去補充 它會有這個遊戲的用途 另外就是剛才說到 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所以看到它用這些卡 令到遊戲可以跟回活動 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它比起This Wall of Mine 在Bord Game的味道來說是更加大的 你要去考慮的東西 例如你看到裡面的建築 它要去做資源轉換 那些Bord Game元素是更加重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這個遊戲 還有它自己背後的背景 再加上之前的風評 因為其實This Wall of Mine 很多朋友玩過 它都說它很做得到電子遊戲的感覺 但它們都會批評它太像電子遊戲 但今次這款遊戲 我覺得即使它像電子遊戲也好 它也有很強的Bord Game元素 所以我自己都會很期待這款遊戲 再加上今次的Paxe 由那些建築去做Petrait 到你會看到裡面的那些 Component 會有這些分類的Token收集 亦都方便了 令到你整個遊戲收起來更加圓滿 我覺得是非常之吸引的一種作品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而又不怕黑色的遊戲 我覺得這遊戲是絕對值得要留意的 所以BG Pod來說 這遊戲是持有的 今個星期我們的介紹來到這裡 未來可能會儲存一堆遊戲才會做一集 我們下集再見 最後說回 KS 的產品出貨可以延遲可以走數 Kickstarter 或會蒙受 KS 的全盤損失 而過去的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KS 之前請參讀公司的歷史 作出風險的評估 並且尋求其他玩家的意見 今集的One Game Up 就來到這裡 好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選以下這麼多的影片 可以按下去 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以隔我們的字幕組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